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克勃來郵記》是很多西方人士 對中國了解的入末 尤其是幾百 八百年前 包括哥倫布 中國給他們一個神秘角度 中國是一個很有錢的 Richards and Treasures in China 經常這樣說 很有錢 蒙古佬統治差一點 跌了一級 都是比西方有錢 一路到乾隆 那時法國的伏爾泰 伏爾泰都很崇尚東方中國的開明專制 一路到十八世紀 西方都很羨慕東方的財富 不過當然 我看紀錄片也是這樣說 The Riches and Treasures in China 經常都是這樣說 這裏我多謝Mock King 多謝Don Chan 多謝CeCe 多謝Hei Woon 和Teddy Bear 請你們 除了慷慨之餘 將我們的節目 傳給朋友看 你傳給幾個已經很好 還有 Don Chan 不知道你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沒有 請你快點訂閱 最近少了人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做就做得很辛苦 我有時很心痛 看到訂閱的人是少了 還有 我們今晚做得不好 或是說得沒有趣 好像留言的人很少 可不可以多些人留言 你們有沒有去過沙漠 沙漠 窮山 什麼 窮山 惡水 惡水的地方 或者高山 爬過山 爬過雪山 去過尼泊爾 去過西藏 有沒有高山症 行沙漠 有沒有行到行水泊 腳有枕 有沒有那麼艱苦的經歷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跟我們分享 因為馬可波羅的郵寄 令人question 他的真實性就是 在他的路程裡的艱險 沒有留一個字 因此就懷疑 他根本沒有去過 他是聽回來的 剛剛遇到一個 騎士文學的知識分子 高手 跟他寫這本郵寄 而他本人 由於沒有經歷過 這些艱險 和危險 或者人身安全 所以他不能夠 撞不到 不過周鵬 細節 因為細節 就是令到你捉起你的聯想 你的Associated Conditioning 我叫做Associated Conditioning 或者是Pair Conditioning 在宰科裡面說 你啪一聲 你想起 可能是閃電 或者是電掣 怎麼說 閃一閃 啪一聲 你就會想起 這些小節 令到我們人一人有聯想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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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聯想 Associated Conditioning 不知是Associated 還是Associated Conditioning 六個細節 朋友可否提醒我 我都忘記了 沒有D Anyway 我們再呼籲 我們今天是否說得不好 你們的反應 為何這麼冷淡 我們很盡力 請你們多些支持 留言和捐獻 支持一下我們 周老鵬 我讀小學時 已經聽過馬可博羅 中學時 世史也有說過馬可博羅 但很少人會看他的 我看過簡單版本 同書本借走簡單版本 《Travels of Marco Polo》 聲明 Simplified Version 簡單適合初中看的英文 那本書很好看 當時小時候不懂得 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是否真的 到了幾十年後 看過一套紀錄片 都是講馬可博羅 有人質疑他的真實性 因為講中國歷史 因為南宋已經滅亡了 他還說有南宋 因為南宋已經滅亡了 南宋已經徹底滅亡 崖山之後無中國 過了 但他還提南宋 即是說 根本都解不清 你老作 第二 也有人讚 這本書寫得 好像是新聞工作者寫的 沒有加主觀意見 是全部 序事方法 如實報道 這個寫法是好的 單純文學角度寫 我又交給周老鵬 盡帶一提 今晚的英文版本 英文名叫 Ismarco Polo Hooks Hooks的意思是 是騙局 是一個騙局 老作 有人質疑 因為考據中國歷史人 有很多 中國方面有 西方方面有 口水箭 畫得樣子似層層 又夠英俊 根本就加傳 你說什麼 你說馬可波羅 即是高高檔夜 那麼厲害 象徵著 另一方面 富有 中國的富裕 當時的富裕 歐洲正歷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相當落後 反而中國當時進步 直到明清 萬曆十五年 應該這樣說 萬曆十五年 公元一五五七年 如果沒有記錯 萬曆十五年 中國才開始 衰給西方 另外一方面 剛才我們在第二節提到 邵氏電影公司 在1975年出的 馬可波羅 查到主演的鬼佬 叫做李察夏里訊 中文寫著 由於找不到英文版本 所以不知道 英文是否Richard Harrison 沒有英文版本 那套戲 打入西方市場 我不知道有多成功 還有香港當時的明星 戚冠軍 和傅昇 傅昇死了 傅昇是很出名的明星 英俊明星 你說的我全都不認識 她老婆是恩尼 恩尼你認識 恩尼 恩尼認識 傅昇是死於交通意外 很多鬼故不說 多謝你拍這套電影 我也是感激你這套電影 我們想起 大家在電影博物館 香港的電影博物館 香港各大公共圖書館 各大大學圖書館 可能找到這套戲 這套可能是第一套 找鬼佬做主角的香港片 第一套 第一套找到鬼佬做主角 李察夏里訊 有沒有人記得 我說的可能錯 那時197年 正值香港起飛的年代 有錢就使得鬼推磨 有錢就使得鬼推磨 Anyway 又交給你周老鵬 請各位繼續留言 關於馬可伯羅 馬可伯羅給你印象是什麼 很帥仔 意大利人 簡單說 馬可伯羅本人 跟他那本馬可伯羅遊記 我們要分開處理 是否真實存在馬可伯羅這個人 這個是不能夠 不能夠正確的了 但是一般歷史學界 就是以我看到的那些 大家都在說 有部分自己的經歷 加道聽圖說 加一些真是去過東方中國的人的口述 再加作者的筆錄 加鹽加醋 再之後 成書之後 再有很多 抄寫之間的 加鹽加醋 就出現了現在我們的 馬可伯羅遊記 我們只能夠這樣客觀去理解馬可伯羅遊記 如果你問我 假設前設我不推翻 前設當真實存在馬可伯羅的人 當然要考證是否真的有馬可伯羅這個人 其實已經很久咬了 一般歷史學界都會認為是沒有這個人的 我當有 當有了之後就是前設的有 我不否定他 究竟他有沒有來過中國呢 我的立論是沒有的 沒有的 也都是今天整集節目 最後這個壓軸 我覺得是沒有的 為什麼沒有呢 先講那些網上 大家如果看youtube 你打馬可伯羅 一定會找到 一定 youtube 全部都是馬可伯羅 是否來過中國 那些這樣的youtube片 都是有十條八條的 大家如果有心機的話 你花一兩個小時 看完的 包括 就連前成大校長張順剛 他都因應一帶一路底下 他都整了十分鐘 說馬可伯羅 我真的覺得 哎 大哥 你大學校長 你說這些 那些內容 那些內容是 驚不起歷史考證的 因為張順剛 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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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筷子 馬可伯羅 油記裡面 沒有說筷子 這件事 他就幫馬可伯羅 游記 兜 為什麼沒有說筷子 為什麼沒有說筷子呢 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純粹推理 因為馬可伯羅 他也是識目人 鬼佬 他在元大都生活 他們相關的生活圈子 都是一些識目人 鬼佬 第一 那時候 沒有刀叉的 無古人都是用手吃的 因為刀叉 十六七世紀的時候 才由法國人去發明普及 第一 就沒有刀叉 第二 他那個生活圈子 那個生活圈子 就是沒有中國人的 全部都是鬼佬 不通漢語的 所以馬可伯羅 不認識中國人 所以他 又不認識漢語 怎麼會認識中國人 不認識中國人 怎麼會見到別人用筷子呢 補充一句 蒙古佬都是用手吃飯的 哦 用手吃飯 其實我現在都隔不止 我都用手吃飯 其實用手吃飯 其實是很滋味的 Toby 真的 特別是吃雞腿 糟了 我只是用手吃油炸鬼 還有薄餅 哈哈 雞腿 豬扒 雞翎 其實基本上 其實我吃東西 很多時候我都用手 用手就很好 很開心 像是BBQ 是BBQ 你知道我 我喜歡燒東西吃 我喜歡用手吃的 連堂堂大學校長 他都用這樣的邏輯去說 為什麼馬可伯羅 學院裡面沒有筷子 所以就解釋到 馬可伯羅並不是沒有來過中國 只不過因為他的生活圈子 沒有中國人 所以就沒有提到筷子 這個邏輯就 因為說八百年前的往事 其實我們很難去確認 只能夠純粹用推理邏輯 我就問 我剛剛也說了 馬可伯羅十六七歲就跟著他父親和叔叔 這個純粹邏輯 純粹邏輯 根據他叔叔和他父親 從威尼斯出發 冒著生命危險 一萬二千公里 來到北京 圓大都 大家會怎麼看這個年輕 十六七歲的馬可伯羅 有勇氣 有膽識 有求之欲 有冒險精神 他沿途由威尼斯 一路 又經過巴爾幹半島 又伊朗 又阿富汗 又巴基斯坦 很奇怪的 他懂得意大利語 忽必連姦 就是蒙古語為主 很奇怪的 就是 他可以很順利 由威尼斯 成功搭陣 好像玩屈比 籃球 成功搭陣 去到北京 沿途就披荊斬擊 哇 真是 過千山萬水 重重險了 都可以去到北京 沿途有很多語言障礙 種族之間的不同 他都可以成功搭陣去到北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去到北京 去到元大都 那個邏輯就開始變了 因為他去到中國 他不懂當地語言 所以他就在馬科伯羅遊記裡面 沒有說筷子 說不通 就是你作為一個十六七歲的馬科伯羅 他這麼有膽識 這麼有求之欲 這麼有創 就是那種叫做勇氣 披荊斬擊 你沿途你是不斷地去學當地的語言 還要說馬科伯羅說他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你一個這麼有求之欲 你願意由十六七歲冒著生命危險去東方探險去求之的一個年輕人 你成功終於去到你一個夢寐以求的東方 叫做蒙帝國 見到忽必烈 當然這個也確認不到 究竟他有沒有見過忽必烈 不知道我當他有 去到元大都 你去到東方的元大都 你竟然停了你不再學當地的語言 這個說不通 是不是 所以說 因為這個叫做馬科伯羅不懂當地語言 跟當地的中國人溝通不了 他的生活圈子不懂中國人 所以他就沒見到中國人用筷子這件事情 這是完全垃圾的言論 是不是 如果我們純粹是邏輯去推論 一個這麼有求之欲 這麼有冒險精神的馬科伯羅 他去到元大都 怎麼可能 他在中國生活了17年 之後他還要在泉州做了幾年官 怎麼可能 他不會去 學當地的小小語言 是不是 這是第二 我再說得衰些 說得賤格些 Toby 說色情 他是男人 他有生理需要 他這麼帥 他也要娶老婆 他也要找女性朋友陪他開心一下 你找當地的 不是那麼多鬼妹的 不是那麼多外國識僕人的女生的 你也要找當地女生的 陪你喝酒 喝花酒 你男人 你生理需求 馬科伯羅 你也要去一下 兒紅院 記仔 那裡有中國女生的 你要跟他溝通一下 差下妹妹的 那你是不是要學一下當地語言 所以我真的覺得解釋不到 那些幫馬科伯羅兜 因為他不懂當地中國語言 所以他又融入不了華人圈子 所以就見不到 沒有說到用筷子這件事情了 其實這件事情 這個說法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垃圾的 還有一件事 那當時 這個又說少少蒙古帝國的歷史 蒙古帝國呢 當時主要就是蒙古語加波斯語 那麼 翻譯呢 很重要的 就是我舉個例子 就是之前如果大家有聽我們節目 就是我有時候說 荷蘭東銀道公司的時候 就 之後提到馬六甲 馬六甲的歷史就是 就是現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 一個城市都在說那些人 精通多國語言 整個馬六甲 加起來那些語言 有六十幾七十種 一個貿易港 一個貿易港口裡面 存在的語言 是有六七十種 這個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的一個常態來的 其實香港都是這樣的 以前 現在不知道 現在就說北京話 以前就應該是 那幾十種語言是常態來的 當時的蒙古帝國 泉州 廣州 那馬六甲布羅 那馬六甲布羅 尤其中沒有說過廣州的 主要是說廣州 就是齒同 閒閒地都幾十種語言 是不是 有幾十種語言 那 還有那個 其實很有問題的 整個邏輯就是 馬六甲布羅 他說是在 福必烈最巔峰的時候 五十幾六十歲的時候 他見到福必烈 福必烈是當時歐亞大陸 最有權力 最有power的一個男人 喂 還要 他講到 當馬六甲布羅 他見到福必烈的時候 福必烈怎麼說 我有原文 就是說 福必烈見到馬六甲布羅的時候 當時 根據馬六甲布羅 郵寄所說 就是 朱偉先生 歡迎 請喜 還好嗎 一路可好 就是 福必烈是 可以跟馬六甲布羅 溝通到的 當然有的就是這樣說 就是 我不接受他 當中間有翻譯 所以很嚴重 但是 整個蒙古帝國是蒙古語 這個馬六甲布羅 在意大利 很簡單 正常來說 他說 我根據資料看 他懂蒙古語 懂少少中文 一個很簡單 就是 一個這麼有權力的福必烈 他只需要找一個 懂蒙古語和中文的人 跟馬六甲布羅做翻譯 跟著安排給他做 這個叫做助手 那麼 馬六甲布羅其實 就已經可以很輕易 是融入 融入整個蒙古帝國的華人社會 這是第一 第二 而福必烈 為什麼他會掌管天下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謀神 謀神就是一個中國人叫劉 劉炳宗 劉炳宗 他是 漢人 就是 整個福必烈的幕僚裡面 是有漢人的基礎的 很奇怪 你整個帝國 你是一個跨語言的系統 那麼 精通蒙古 精通蒙古語 和漢語 商語 拜倫格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 你解不通 說 馬科布羅因為不懂中文 他融入不到 這個叫做中國人的生活圈子 知識分子的圈子 所以 在整個馬科布羅 遊記裡面 是沒有說到 筷子 這是說不通的 只需要忽必烈 找一兩個助手 做翻譯 做翻譯 就已經 重要的 剛才說的 馬科布羅是一個 他十六七歲 就已經開始冒險 來到東方 他一個這麼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 你認為他來到元大都北京 他會不會禁於他 因為他不懂得說中文 而不能再進一步去探索整個中國呢 是不可能的 即是他來到元大都最常 當我是馬科布羅 就糟糕了 我原來 我真的懂蒙古話 我懂意大利文 我懂得北方的語言 原來我不懂得 當時蒙古帝國的南方語言 就糟糕了 忽必令要找我去揚州做官 死了 糟糕了 揚州還是泉州 我都不記得 即是南方 即是長江流域做官 糟糕了 我不懂當地語言 如果作為我 我是馬科布羅 我立刻找人 補習去學南方語言 補習不到的 我就賺錢 請個翻譯 請個翻譯 我就可以了解南方的情況 當我了解了南方的情況 這個就是劉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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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他 為什麼能夠獎得到天下 就是這個漢奸 劉炳宗幫他的 他幫他併下了很多國策 這個將來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他的故事 這個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們回想 整個馬科布羅猶記裡面 很多中國東西沒有說 大哥 你在那裡鬥 因為他不懂 他不懂中文 融入不到當時的 長江流域南邊的人的文化 因為語言溝通不行 所以就沒有說到 我會覺得馬科布羅 是不會有語言問題的障礙的 他可以由威尼斯 一萬二千公里 去到元大都 就是現在的北京 都沒有語言問題 你竟然去到北京之後 你竟然有語言問題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所以純粹邏輯推論 我會猜 當真是馬科布羅這個人 他真的未必來過中國 他頂多可能是 去到現在的伊朗 呂海、黑海一帶 這個也是一個主流的說法 之後在伊朗、呂海一帶 因為那裡有很多商人 馬科布羅就收封 然後又再看很多人的 所謂當時的郵寄 就是給他早之前的郵寄 之後就將他精華版之後 濃縮之後 就當是自己去過 剛巧威尼斯和意大利打仗 他又被熱蘭亞 威尼斯和意大利打仗 他又被熱蘭亞俘虜 他又將一些他看過的 關於東方的幻想 他就當自己去過 之後就出現了這個 叫做馬科布羅遊記 這個我就會覺得 你問我周老鵬就說 那個騎士文學的作者 水平不夠 因為你寫一個當地的情況 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但你根據各種自己看書 你都可以寫到似層層 例如雪山飛湖 金庸寫的 金庸寫的時候 沒有去過雪山 沒有去過雪山 但寫到似層層 可能聽人說 看過書 看過戲 看過紀錄片 知道雪山 可以寫到似層層 因為他留意細緻 亦聽人說 猛追問 你認識朋友 經常去的 或者當時行選的朋友 你知道行選做海員的朋友 你去過那個地方 南極怎樣 南非怎樣 美國怎樣 你都知道 當時很少人去旅遊 他們問過之後 懂得追問的細節 懂得問問題 就問出來寫到似層層層 雪山飛湖 不是魏康 金庸和魏康的高手 好了 我又說回小弟 小小經驗 我曾經做過阿菲哥 不准錄音的節目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訪問達官貴人 其中的達官貴人 我沒有跟他通過電話 我只是在電視見過他 他經常出現 在電視上 我寫他一些純粹 又用Descriptive形容的方式 形容這個人 我的能力 在電視新聞報告裡見到他 他見到我的時候 我就問他 原來你這麼高的 他問我 你沒見過我嗎 我說我沒見過你 我只是在電視見過你 那篇稿寫到 跟他自己都很滿意 在播出時候 他聽到這篇稿 他以為我見過他很多次 因為文字或電影 是用我們Imagination去推動 如果我們的Imagination 我們的想像 幻想 推理 有多少 就可以做到有多少 我就是Small Low Potato 金融藝巷是高手 所以沒有去過雪山 寫到齒層層 是可以的 不過馬克勃羅的寫手 叫甚麼名字 騎士文學作家 叫甚麼名字 華國橋 等等 叫做魯斯蒂謙 魯斯蒂謙 水平華馬 不懂得問問題 不懂得問問題 不懂得寫細節 你可以說利馬鬥 他來傳教 但我看過他的書 中學時 不是看完 有少少細細節 形容當時明朝華人 他們說達官貴人 喜歡留長手指甲 留得很長 這個細節 我們人人見過 有些人留長手指甲 我們知道 慈禧的手指甲 都留得很長 我這個細節 就捉起 因為這件事 是通用的 大家都見過甚麼 是手指甲 大家知道 手指甲留長會怎樣 如果很長又會怎樣 尤其是華人 以前聽聞慈禧太后 清朝的人 都留長手指甲 利馬鬥能記錄出 明朝達官貴人 部分留手指甲很長 很印象 雖然事隔幾十年 我都很記得 利馬鬥做得到 但騎士文學作家 他做不到 水平不足夠 當時創作的水平不足夠 或者是馬可佛羅 沒有去過中國 真的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很多細節 說不通 筷子說不通 因為 long before 鬼佬用刀叉之前 十六七世紀 普遍用刀叉是過去二百多年的事 二三百年的事 最初只是達官貴人用 他寫不到筷子 中國人用筷子已經很多年 我看千多二千年的歷史 是的 千多二千年 就算你不是用現在我們所說 筷子這兩個字 連形容這兩條木的形容詞 裡面都是沒有的 除了筷子之外 兩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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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兩顆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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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葉 磁器 砸腳 就是很多這些 叫做生活細節 生活細節 如果我們從人類學的角度 就是當你一個外國 去到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你會看到有些東西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是會記低 或者你是會很 很深刻印象 很深刻印象 譬如我們吃東西 很簡單 我們吃東西用筷子 當你去到南亞 你見到別人用手來吃東西 這些很印象 很深刻印象 是不是 又或者譬如 好像 現在我們 當香港人去冬天 去冬天 去冬天 去北歐 你最深刻印象是怎樣 原來是 三四點 下午三四點 就是天黑 有些跟自己的生活 是有很大落差的一些情況 你是會很深刻的 喂 不要去到北歐 夏爾濱黑龍江 都是三四點下太陽 冬天 不要去到 不要說外國月光特別圓 被人罵 其實中國東北地區 都是很晚升太陽 很遲才下太陽 不是很早下太陽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那個生活 那個生活模式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很明顯的分別 但是 在整個馬可布羅遊記裡面 不是很看到他 馬可布羅去描寫中國的一些 就是我代入 作為一個意大利人去看中國 他描寫不了一個很特別 令他詫異的東方 所以我 就是 就是 作為一個總結 就是說 他沒有去過中國 是 的說法是合理過 他有去過的 就是 他是應該疏理了很多 去過中國的人 的一些 口耳相傳 文字 然後就當是自己去過 這個也都 其實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不夠專業 今天 中國 外國 的作家 寫一些小說 小說 尤其是小說 他所形容的 生活小節 是細節 去過的人 未必知道 未必留意過 你想想 尤其是 多產作家 英文有個字 多產作家 他怎麼去那麼多地方 是 他都是看書 或者 他成名之後 請一個團隊的人 跟他搜集資料 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 然後再寫 他沒有可能做到那麼多 他不是專家 但是 他寫小說就是專家 但不是那個feel的專家 又交給你 最簡單 美國那位人類學家 就是寫《菊花雨刀》的那位作者 這本是很經典的 就是 他二戰大戰之後 他是沒有去過日本的 他是看日本的文獻 電影 接著就 分析日本人 因為這個是要 二戰之後 美國 怎樣去短時間管治日本 他又寫了《菊花雨刀》 就給美國參考 接著就給 那時候的故事就是 給日本的學者去看這本書 就是 你 你來過很多次日本嗎? 你對我們日本很了解 接著 《菊花雨刀》的作者就說 不是 我看你們的電影而已 我做資料搜集而已 就是 他是透過電影和資料搜集 他的分析是比起 日本 學富 五居的學者 更了解日本 所以 就是 就是 當我們今晚討論到《馬可撥羅遊記》 當然了 我不討論是否存在馬可撥羅這個人 但是 《馬可撥羅遊記》真實存在 而這本《遊記》真實存在之下 其實他真的有參考價值 他是透過很多人的資料搜集 作者的不停的抄寫 不同年代的作者的抄寫之後 再補添它的內容 就是 我們是可以 就是作為一個資料去看回 十三世紀的時候 當時那個世界 就是 就是 我又不會很否定這個《馬可撥羅遊記》 那個價值 是 他是一個參考 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參考 好了 在資料方面 你發了一個地圖過來 其實是甚麼意思 這個 這個就是 我不想浪費了些資料 是的 還有少少時間 剛才談的 你繼續聽聽 你分幾次聽 如果聽不完 各位請跟我們分享節目 以及爽實 慷慨一點 支持我們的節目 今晚少了少了些人支持我們的節目 多些人 慷慨一點 打上一下我們 這個就長話短說 因為電話沒什麼電 重點就是 這個是 和馬可撥羅同期的 同期的一位 在北京長大的一個基督徒 叫做 拉班數碼 當時的故事就是 他得到蒙帝國的批准 就由北京出發 北京出發 就向西方傳教 馬可撥羅就由威尼斯去北京 是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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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主流認爲是邪的 即是異端來的 不要說邪 不要說邪 異端 非主流教派 Heritage 對 馬可撥羅就由威尼斯出發 去到北京 這一位 他是由北京出發 去 現在最理解一帶 傳教 同期的 和馬可撥羅同期的 不過最可惜 他的郵寄和相關記錄 不是太多 宣傳也不足 不過 這個人就是一個真實存在 可以考證 教廷是有紀錄 這個是真實存在的人 所以 這個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比較 馬可撥羅同期的 除了看馬可撥羅遊記之外 除了看這個之外 我之前都有推介過的 這個叫北非摩洛哥的大旅行家 伊本巴道達 伊本巴道達 他就是蒙帝國晚期的一位旅行家 如果那個時間大概就是 中國元朝的最後一位君主 他就來到中國 大概就是那個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 又看馬可撥羅遊記 又看伊本巴道達的 再一個比較 看看當時 即是十三十四世紀 當時的亞洲世界 的情況 今天就是 差不多了 都講了兩個小時 講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了 當然了 介紹一些書 書呢 剛才又講了台灣商務的馬克伯洛行記 另外呢 推介有一本書 講開郵寄 講開郵寄 有本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郵寄 有真有假的 有些吹嘴作戒的 有一本呢 香港人很喜歡去台灣 不講馬克伯洛行記 有一本呢 就是 這些也是關於馬克伯洛行記有些故事 現在可以找到的一些較早的馬克伯洛行記 就是一些法文彈的行記 一講到 不是這本 那本福爾摩沙變形記 這本稍後再介紹 這本就是經典的這本 這個馬克伯洛行記 為什麼講到法文版呢 就是那個年代呢 就是 法國佬很喜歡出郵寄的 當然了 又和帝國主義有關 他們又去世界各地去探索 去殖民 那麼 郵寄就是一種很賣得的書籍 真是當時的暢銷書 暢銷書 暢銷書呢 就是一指封衡 就是樂陽指貴 一值千金 就是這個 值千金 所以當時興起有一件事 就是道綻 什麼叫道綻呢 就是 很多人就 聽人說那些故事 之後就吹水自己去過那個地方 《獵奇方式》 寫一些自己沒有去過的書 包括今天我要推介的一本 就是《福爾摩沙變形記》 福爾摩沙變形記 那就是 講的是一個法國佬 法國佬十八世紀的時候 他有道歉一本書 嘩自己 嘩 就是這本 大家自己想辦法 上網買 圖書館不知道有沒有 好像圖書館沒有 就是大家自己上網買 就道綻 道綻自己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就是三百年前 乾隆年間 就去了台灣 福爾摩沙 嘩 又說到刺層層的 我看完之後 嘩真是啤一聲 又說到和原住民生活 又吃煙斗 又喝茶 又說到那些茶 又說到刺層層的 武宜山的茶 這些道綻的郵寄 我有時候 我很喜歡看的 特別是 我去過那個地方之後 你看回 以前的法國佬 我寫了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我要推薦這本書呢? 就是 馬科伯萊郵寄 大家現行 現在找到的 比較早的版本呢 就在法國 那個年代就是三百幾四百年前 正直呢 就是法國人很流行 一些道綻郵寄 山安白造 吹水不抹嘴的郵寄 所以我一直是懷疑 就是 就是馬科伯萊郵寄 應該 會不會是當時 在三百年前 法國人的一本 道綻的 郵寄 故事 呢? 這個 就是要再細心去考證 因為馬科伯萊是一個學問來的 馬科伯萊 馬科伯萊 他都在那裡對的 比較的 就是他裡面有什麼 講 講甘肅 講敦煌 對 一百幾十個版本 對 你這個講笑 那個兩隻字 講笑 那裡講兩隻 小兩隻字 就是這個叫做 看聖經的經文鑑別學 那種的態度 就是這個是非常之有趣的 另外 最後就是這本 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拿過諾貝爾獎 應該應該應該好像沒有 原本是他應該一九八五年 就是卡爾維諾 原本是一九八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是頒給他的 不過在頒給他之前他就過了身 那這本是他巔峰之作 看不見的城市 那 很多香港文青都很喜歡這本書 就是 我也很喜歡這本書 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馬克勃萊遊記 又看過其他的 就是那個年代的旅行家的遊記的話 你看看不見的城市的話 你會很有感受的 就是 他裡面所說的地方是 是很超現實的 但是裡面有一些細節又似曾 似曾相識 又好像出現過 那 就是 就是 簡單的故事 就是 裡面本書就是 卡爾維諾就是用馬克勃萊和弗必烈的對話 去講他怎麼看這個世界 裡面書裡面講了五十幾個城市 裡面有些城市是 如果大家喜歡科幻小說的話 裡面真的 真是 好 很超現實 但是 很 就是這本書是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寫的 那 是很反映到那個年代的 那就是你當是一個寫實小說 又可以 你當是一個科幻 透視未來 還有 還有卡爾維諾他怎麼看那個世界 文學佬那些又說什麼符號學等等 就是我不說這麼深的事情 裡面有五十幾個城市 每個城市是 你是會 就是重點 如果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對諾貝爾文學長那些著作有什麼理解 就是可能是磚頭書 字典那麼厚 很難看 很厚 看到睡覺 但是這本其實是很簡短的 它每一個章節是百多二百個字 最多三百隻的字 三百隻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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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很詩情畫意 看完你會很舒服 那屬於遊記還是是歷史小說呢? 它是幻想小說 OK 幻想 我舉個例子 但它幻想得來你是會有共同感的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城市 它裡面有五十幾個城市 就是它的作者是 他用這個叫做 馬可波羅和弗必烈的對話 對話去說他怎麼看那個世界 是很哲學的 我就不喜歡說哲學 那些很離地 但是它裡面有些好生活的 我很記得它裡面五十幾個城市 有一個城 即是不說太多 因為我今天準備了十個八個城市 跟大家分享 時間有限 我就是講一個我最喜歡的城市 它一個城市 它是在兩座山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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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了一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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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座山中間織了一個網 用了鐵鐵的城 然後就在網上做一個城市 那些城市 那卡爾維諾為何會幻想有一個這樣的城市 很有寓意 就是這個城市 它是有承載力的 在兩座山中間的網 在網上的基礎底下 網上一個城市 你多一點人都會斷 那些網 那些鐵鏈 那些城市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 今天我們講Fatbidi 講馬虎波羅 最後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漢不見的城市 五十多個城市 每個城市 真是千萬達隨 而且很有 夠了 講完這個 不是 快點 這個 是 這個 大家 國家地理頻道 在1911年 公元2000年的第幾集 這個 2011年的5月那期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看 再講一次 2001年5月 我相信 你如果身在台灣 或者澳門 都可以去圖書館 找到 因為這個繁體字版的 國家地理 是三地都有的 外國 你看到哪些地方 華人多的地方 就有 如果華人不夠多的地方 未必會有 而且要有預算 才能訂到中文版 今晚多謝周老鵬 阿MOKING 你收到 DOM CHEN CC HAYWOOD UN TEDDY BEAR 還有哪位 有一位 大陸 真的 有時 你也是要 做一位 叫做 CCT 一個人周圍走的人 不懂多語言 都懂得身體藝術 他說 Body language 可以work 但是 他來中國17年 如果不懂中文 或者漢語 那真是差點 和懶惰點 沒有去過很多地方 好像意大利 馬可布羅 他可以由威尼斯 去到北京 即袁大都 完全中間 沒有問題 但一去到北京 為何會有問題 這個解不通 是 還有 那位 part time man 他說 未去過 居多 他認為 沒有去過 真的意大利 但現在的高手作 就不敢寫 還有一個人 忘記說 就是周老鵬 李敖 台灣已故作家 即是高手 他寫一本書 叫北京發原子 我看過 他寫到似層層的 北京發原子 當然沒有去過 他死前幾年 第一次去中國大陸訪問 真的去回北京發原子 真的有個叫北京發原子 的地方去看 才看到原來他寫得不差 沒有去過都可以 北京發原子的來源 唐太宗正高麗失敗 死傷無數 但最慘的是 某位前城大的校長 他都說到 馬可貝羅是來過中國 大哥沒有邏輯 不夠 邏輯 他的理據不足夠 你不可以說他不行 因為他身為一個科學家 能夠帶領大家 對文化藝術有興趣 引大家進去也是難得 當然水平有爭議 很可憐 我覺得很可憐 我訪問過他 作為一個科學家 他的涉獵是不差的 不過他來自台灣 不是香港 很可憐 你告訴他 他應該還是在香港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支持我們節目 一次聽不完 分幾次聽 因為周鵬特別長氣 現在已經說了兩個小時 不走也不行 就這樣 拜拜 記得分享我們節目